LALA 來 念書念累的話 來 這裡有東西可以吃 你不要再跟我挨了 小姐 你是念高四班的人 每天這樣心不在焉 空了就帶Miko出去玩 你考試怎麼可能考得好 當初要不是姊姊幫我報名高四班 我根本就不想要念 幾...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你姊姊 你不念書你要幹什麼 在家當米蟲啊 你姊姊為了幫你買盲用電腦 特地去當鋼琴家叫你知道嗎 盲用電腦 對啊 她說你有了盲用電腦之後 就可以自己做功課 不需要再用點字機了 你可以上網找資料 她對你用心良苦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努力的念書 不然怎麼對得起它呢 好好念書 好好念書 考上大學 媽媽跟姊姊就會覺得很幸福啊 辛苦也就沒有白費了 你不是說你的幸福比別人多嗎 所以你應該更努力 讓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幸福啊 可是我不能用別的方式 可是我不能用別的方式 讓你們覺得幸福嗎 反正我一點都不喜歡念書 即便是用點字還是用聽的 我都覺得很累很麻煩啦 媽 姊姊以前也不喜歡念書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你逼她念書 你為什麼現在要這樣子逼我 你們兩姐妹怎麼都遺傳到我的缺點啊 我啊 看到字頭就會暈 所以只能看圖不能看字 我還期盼你們可以拿個博士啊 碩士什麼的咧 媽 我可以拿社會大學的博士啊 誰搬給你啊 Miko啊 真是的 Miko 你怎麼那麼棒啊 才剛收到你 你就出現了 好棒喔 有本博士給你姐姐喔 好好看喔 領他功課啊 好棒喔 żeby你 您還會 成功的 來 誰 我 我 沒 你 我 都是你啦 叫你安静一點就不要 愛我爹的四腳朝天的 好痛喔 想不到溜直排輪這麼難喔 媽咪 我是不是太意想天開了 竟然以為自己可以帶著黃紹軒 一起溜直排輪 哎呦 哎呦 走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可以给一个失明的人 带来幸福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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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警察局吗 我要报案 你真的必然不要跑 你到底有没有在干什么 你真的必然不要跑 你真的要干吗 你还 来 来 你这搞什么东西 啥 你要跑啊你 米可咬它 姐 怎么了 小龙 米可 米可咬它是外人 小龙 米可可以咬它 谁啊 糯 Tamam 你偷了什么东西 给了我看 叫小龙 快跑 不要 别怕 叫小龙 即好了先生 走到好像我们家的东西 你进去叫做东西 太不像了 我不是小偷了 对 我是来找朋友的 不是 你是石頭 石頭 對不起 我姐姐把你當成小偷 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會 你來找我什麼事情 我 我 你不是來找我的嗎 是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如果 如果你心愛的人 他明天就要死了 你會帶他去做什麼 啊 歡迎歡迎 明露等你們好久了 他在等Miko的吧 來來 請進請進 姐姐 Miko 明露 這個是要送給你的 謝謝姐姐 哇 是Miko耶 是啊 我怕明露一個人在家很無聊 所以就把Miko的照片 請人家做成拼圖 這樣明露在想Miko的時候 就可以玩拼圖了 這裡面有三千塊小拼圖喔 你一定會拼得很辛苦的 謝謝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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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o 你要幹嘛 Miko啊 你不要亂拿喔 到時候少了一塊 你就變拉里狗囉 Miko 你不要煩我啦 我要趕快把你煮起來 明露啊 不急著現在拼啊 不行 我要趕快把Miko拼起來 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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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楊醫師 明露怎麼了 明露 明露 你現在不要玩 你們不聽嗎 來 我們到樓上去啊 走 歸 我要Miko 我的Miko 我的Miko 我要我的Miko 我的Miko 好 好 來 趕快 趕快 走 走 走 明露 吃藥 怎麼樣 有沒有快點 楊醫師 明露沒事吧 少萱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請你跟Miko 先離開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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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露 明露 我不要 請你們先離開好嗎 謝謝 明露 我沒有離開 明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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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的話 明露 妮可 我只是想要为明如做些什么 可是我好像做错了 明如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孩 可是她今天怎么会这么反常 妮可 你知道原因吗 是不是她感觉到什么了 妮可 爸爸不是不让你跟妮可玩的 只是我怕你不懂得爱惜自己 这样我就没有办法把你多留在我身边了 你知道吗 爸爸是舍不得你 我怕你不答应 我怕你不再有事 我怕你不再留在我身边 你不再留在你身边 妳要我跟Miko的合照幹嘛 做募款海報 募款海報 我已經跟我們團長說好了 利用這次樂團公演的機會 在會長設置 導盲捲訓練中心的募款箱 讓這次的年度公演 變成募款公演 真的 對 上次妳不是說 導盲犬基金會那邊 還有許多盲人 正在等候導盲犬嗎 嗯 台灣的導盲犬制度 發展得比較晚 所以我們更應該要共襄盛舉 追上歐美先進國家的成績 讓更多盲人都跟妳一樣 受到導盲犬的幫助 嗯 太好了 姐 謝謝妳 不用謝我 妳要謝謝妳自己 謝我自己 嗯 妳不是一直擔心妳這輩子 再也無法幫得到任何人嗎 如果因為妳的努力 而讓這次的公演成功的話 妳就有肯定自己的力量 證明妳有幫助別人的能力 是嗎 妳 妳 貼好了 真的可以貼在這嗎 我本來只是想要拿 給你看一下而已 可以啦 重點是那個募款帳號 來這邊的人都是愛狗人士 就算他們不去停音樂會 應該也會有一些人 捐款給基金會 像我至少就會先捐十元 可是我錢袋不夠 妳要借我十元 好 我是不出戒的 黃少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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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好吧 沒事 好啦 Miko 我們回家囉 石頭 妳可不可以幫我 拿一下我的東西 喔 黃少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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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妳不是問我說 如果我最心愛的人就要死了 我會帶她去做什麼嗎 妳可不可以先回答我 另外一個問題啊 什麼問題啊 如果妳最心愛的人 如果妳最心愛的人 就要失明了 妳會帶她去看什麼啊 妳知道 我失明之後 所以遺憾妳的事情是什麼嗎 不知道 在我失明前 我本來要跟十元約會 那是我跟她的第一次約會 至少 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對啦 雖然我同學 他們都不是這麼想的 因為 她是想要藉那一次的機會 跟我說 她要離開我 很慘吧 還沒有開始 就要結束得初戀 所以 我覺得遺憾的是 為了那次的約會 我打扮得跟平常很不一樣 可是 我卻沒有機會 可以看見十元 她看到我的表情 更遺憾的是 更遺憾的是 我再也沒有機會 交十元沒有紙牌了一些 那是她第一次 對我做出的要求 可是我竟然就這樣失約了 如果 如果 我的人生可以重新來過 可是我還是得失明的話 那我希望 在我失明前 我可以為我心愛的人 做一件事情 因為 那很有可能 是我能夠為她做的 最後一件事 好 好了 我回答完你的問題了 現在換妳回答我了 如果妳是我最心愛的人 而妳就要死的話 我一定会用尽我的生命 去完成你所有的心愿的 我希望你学习的心愿 我希望你学习的心愿 你学习的心愿 我希望我不想 tes モ 你学习的心愿 今天我们想要你的心愿 没有身体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一起带她 还有Miko去海队玩好不好 好 我就已经有看到 子聪都有这么大的 姐 你以前有没有想过要学大提琴啊 没有耶 因为学弦乐器有一个坏处 就是手指头都会长茧 而且你知道茧如果长得不够厚的话呢 就表示你不够用功 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学大提琴啊 因为我想要为鸣鲁做一件事情 学一首大提琴的曲子 拉给她听 让她开心 不过大提琴不好学哦 你待会可以去我们乐团看看啦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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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都可以 好 好 workers Szwe 然后呢你的左手过来 握住琴工的中心点 然後保持勤工的平衡 讓右手呢 大拇指放在這個地方 凹槽的地方 然後四根手指頭自然的放上去 這樣就好了 讓他看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看 我們的Bruce呢 好像對你的音樂特別的有感覺 他已經好久沒有運動了耶 很可愛 你真的很愛裝神弄鬼耶 你看你 又被罵了對不對 就叫你平常沒事不要裝神弄鬼的 惹得我們少琴小姐好生氣喔 趕快跟她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嘛 欸 是女的是誰啊 昨天好像也看到她跟你在一塊耶 哇 你看她 好可愛喔 欸 我警告你喔 不要打我妹妹的主意啊 你妹妹 嗯 真的對不起啊 我真的不曉得你妹妹眼睛看不見 第一次碰到妳面的時候 還騙妳說我女朋友是盲人 跟妳開這種玩笑 所以她現在還是妳的女朋友啊 其實那一天我在圖書館 我有看到妳跟妳的女朋友 妳都哭了 原來那天咖啡是妳灑的啊 既然你們兩個還在交往 為什麼要騙我說你們兩個 已經分手了 其實你沒有必要要騙我啊 我騙妳 妳真的覺得我在騙妳嗎 我跟我女朋友真的已經分手了耶 其實我會跟他碰面 是因為 是因為妳耶 我 妳不是問了我有關補習 還有盲人電腦的事情嗎 我要去問誰啊 我只好去麻煩他啦 搞到現在 他還以為我要跟他復合呢 那很好啊 那你就跟他復合嘛 妳不要這個樣子嘛 妳是不是有男朋友 其實我這個人 真的不大適合談戀愛 在每一個跟我交往過的女朋友呢 跟我分手之前總會告訴我 明亮啊 妳乾脆去跟昆蟲談戀愛算了 真好 又可以看到妳的笑容了 嗯 你現在有沒有空啊 請進 小心一點喔 房間在哪裡啊 這邊這邊來 小心 來 小心喔 好 看在桌上 好 看看 來 清楚了 嗚呼 小心 來 來 我們把桌子拉出來 好 好 你到底會不會裝啊 人家說要來幫我們裝 你又說不用 是以為一副很厲害的樣子 拜託你 小姐 你有點耐心好不好 一下就好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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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幹什麼 媽 伯母 你們有沒有搞錯 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呢 而且在少訓的房間裡面 媽 這個電腦是要給少訓用的 不放在房間裡面 要放在哪裡啊 電腦 怎麼樣 忙用電腦好不好用啊 我正在測試啊 姐 你幫我裝MS好不好 這樣我就可以跟子亞在線上聊天了 好啊 那我明天再去幫你問一下 再找人來幫你裝 找誰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今天讓我們家的那個男生嗎 你怎麼會知道 我今天聽爸跟媽兩個人在那邊滴滴咕咕的 我就在想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當然不是啊 我怎麼可能會跟那種不正經的人在一起 他不正經 也不是啦 只是 感覺比較調皮 好像一副用情不專的樣子 好啦 我知道了 嗯 嗯 嗯 姐 你把大提琴要多少錢啊 咖啡啊 怎麼了你 咖啡都不想喝了 這下好了 好不容易用一台忙用電腦 現在要多了一個大提琴 我的學生卡額度 早就不好說 我想你妹妹應該是說說的吧 很多人呢都是三分鐘熱度 畢竟啊 你用耳朵去欣賞 跟自己親手去拉 感覺是差很多的 而且你看學音味真的是很苦 還不如呢叫她去學按摩比較實在 你說什麼啊 對不起 我不是要潑他冷水 只是我看過很多這樣的例子 盲眼人呢通常都會以為自己有一技之長 而選擇跟一般人一樣去做按摩以外的工作 但是真正願意聘請盲眼人跟明眼人一起工作的企業又太少了 導致到最後盲眼人呢即使再有才華 還是得要靠按摩來維持溫飽 少萱只是想完成他朋友的心願 他又不是要靠拉搭的提琴為生 但是這個心願也未免太昂貴了吧 其實你就可以找一個會拉搭提琴的人 拉給他朋友聽就好啦 何必這樣大費周章 效果又不見得好 不管效果好不好 心意最重要好嗎 隨便找一個人或是花錢了事 跟你付出心血親自去做的能比嗎 難怪你以前女朋友都叫你去跟昆蟲談戀愛 因為你根本不懂怎麼去愛一個人嘛 請問你是黃少琴的妹妹嗎 請問你是黃少琴的妹妹嗎 來 這個是你的工作 謝謝 樂團募款公演喔 歡迎說去 謝謝 樂團募款工演喔 歡迎說去 謝謝 樂團募款公演唷 歡迎說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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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月团募款公演 欢迎收取 月团募款公演 欢迎收取 月团募款公演 欢迎收取 小姐 月团募款公演 欢迎收取 好 谢谢你 这有饭啊 谢谢 米可 我来了 你手上的简好厚哦 你一定是一位很棒的音乐家 我也有很厚的简哦 不过不是长在手上 是长在我的心里 你是拉大提琴的吗 你可不可以叫我拉大提琴啊 修晏静 你什么意思啊 你刚刚叫我妹去发传单啊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不过啊 我看到画得挺好的啊 姐 怎么了 修晏静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姐 我刚发传单的时候 遇到一个教大提琴的老师耶 是吗 谁啊 他叫伟山 什么 伟山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还拜托他教我耶 不会吧 你妹怎么找到本校最出名的怪咖 他很恐怖耶 然后呢 他怎么说 他说 他是不是拒绝你啦 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是拒绝 他到底怎么讲啦 他说 我连琴都没有要怎么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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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嗯 下课后我们到音乐教室哦 不见不散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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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萱 你怎么会在这边啊 我也不知道啊 是李大哥叫我来的 李敏亮叫你来的 李敏亮 你在搞什么啊 你不是说你妹妹想要拉大提琴 拿一下 拿一下 我这是爱乌吉乌 你看 我不是弄一只来了吗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我没有在开玩笑 我还特别上网去查 找遍了所有的乐器行 看看他们到底哪里有卖二手的大提琴 既然被我给找到了 才花了八千块钱而已 八千块 这么多啊 来 你不是想学大提琴吗 总要有个琴才能够开始啊 你先拉拉看看顺不顺手 如果你不顺手的话呢 我也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将就一下了 试试看 哇 好好听哦 怎么跟我拉的差这么多哦 那当然啊 因为那是用心拉出来的声音好不好 你真的很爱你妹妹吧 从我第一次认识你到现在 印象中每一次你都在为你妹妹的事情伤脑筋 有吗 有时候我甚至很怀疑耶 你有没有为你自己活过啊 为我自己活啊 对啊 去争取你喜欢的 去争取你想要的 你有过吗 从小我就跟我妹妹一直在争夺我妈妈的爱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赢过 她喜欢耍赖 可是活泼天真 她霸道无礼 却又很可爱 我已经习惯了 也不想再去争取什么 本来 我以为邵萱会这样灿烂一辈子 而我会黯淡一辈子 直到邵萱突然失明 我的生命却因为她的黯淡而灿烂了起来 因为跟她比起来 至少我还看得见 所以你都在为你妹妹而活 为她而活 没有那么严重啦 你妹妹不是有一只导盲犬Miko吗 Miko呢 指引了你妹妹前进的方向 你呢 就像导盲人一样 指引她人生的方向 你是哪儿我跟狗比啊 我哪敢啊 你这样真的算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耶 喂 你还不说我是狗 我哪有 你这样浪费啊 你不要丢人啦 你这样是浪费啊 你很奇怪耶 浪费 你不要一直这样追我 人家我以为你喜欢我啊 不要 好了啦 我呀 你不要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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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家說這個是用心辣的聲音 一定會被打 少瑄再拉下去 朱沒死我先死了 難得你女兒對一件事這麼認真 我們應該忍耐一點的 她哪件事不認真 偏偏認真這件事情就讓我很緊張了 為什麼 我要她好好念書 準備好功課去考大學 她卻跟我說她跟少瑄一樣都不喜歡念書 為什麼我讓少瑄可以專心地去學鋼琴 卻逼她念書 說得也是 你這爸爸怎麼當的 孩子說什麼你都說好 你有沒有替他們未來好好想一想 誰說我沒想啊 我沒想的話 我會去幫少瑄的教育基金加碼投資啊 真的 加多少 秘密 你哪來私房錢投資啊 說一下嘛 快點快點說一下啦 我哪有什麼私房錢哪 錢都被你花光了耶 只從上個月起啊 我農用了部分給少瑄的基金到少瑄這邊來 你動了給少瑄的基金 嗯 我想少瑄啊她不會介意的 反正她們兩個姐妹啊 也不知道我們幫她投資基金的事啊 你不要擔心嘛 憑少瑄的情意啊 她畢業之後 考上樂團 或者是當鋼琴老師 應該都沒有問題啊 反而是少瑄 就算她順利考上大學 她畢業之後啊 也不見得找得到工作啊 現在大學生啊 滿街跑 頂著大學的學歷 也不見得很容易找到工作耶 更何況少瑄的眼睛還看不見 如果哪一天 我們都不行了 靠著那份基金 少瑄生活至少還不成問題啊 未來的事啊還這麼遠 你不要想那麼多嘛 我是在想 少瑄突然想學大提琴 是不是故意跟我唱反調 以前我叫她學鋼琴 她跟我說她沒有興趣 怎麼現在突然 對大提琴有興趣啊 我是在擔心 她根本就沒有心要學 是想學她姐姐一樣 反正隨便找個樂器學學 我就不會逼她念書了 高斯班那邊 不是有交保證金嗎 如果少瑄真的不想念啊 乾脆把保證金拿回來 退掉算了 不行 高中畢業能幹嘛 大人要把大學念完啦 難道 要我們養她一輩子啊 以前她年輕 想學直排輪 想學什麼我都讓她去學 反正多的是青春可以揮霍 可是現在狀況不一樣了 我不能讓她浪費時間 去搞一些對將來 完全沒有幫助的玩意兒了 我以為妳已經答應要叫我妹妹 叫不叫妳妹妹 不是學費的問題 Miko 不是 姐 妳覺得有沒有可能 只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然後就喜歡上她 感情的事情很難說 本來妳以為很討厭一個人 可是突然之間 可能又莫名其妙會喜歡上她 Miko 妳有沒有看到我情供 妳處在這幹嘛 趕快幫我找 好啊 妳可果然沒有在裏面 妳跑去哪兒啊 妳以後不見了 我會安靜地在這裡 守護黑暗裡勇敢的你 一輩子我都願意 一輩子我都願意 就算妳看不見我愛妳 就算妳看不見我愛妳 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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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妳